好 因為你知道 抗中保台這一招 最早的時候他抹紅張善政 就是說他跟這什麼 志工黨合照 那另外他最新的就是 剛剛其實我來賓都有提到的 就是張善政擔任 這個經濟黨的顧問 那是這些賣假藥 詐騙集團的看板人物 張善政應該要說明 為什麼擔任他們的顧問呢 他們的關係又是如何呢 是否知道自己被當作 賣假藥的看板 應該要向受害者道歉呢 好 這個部分 而且還說沒有辦法 想像就是一旦 這個張善政選上市長之後 就是說民眾會擔心說 那會不會詐騙橫行 好 那張善政說了 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拍過的照片數以萬計 對手拿一張照片看圖說故事 說裡面的人怎麼樣很可笑 他說他會擔任志工黨 還有經濟黨的這兩個 統派政黨的顧問 只是基於禮貌 他們禮貌上 給一個顧問的名義而已 那這個部分剛剛 賓哥有覺得說太離譜了 為什麼連這個東西要打非常無聊 可是會不會回過頭來講 就是說真的沒東西可打嗎 那你要他們怎麼辦 他現在 鄭雲鵬的做法其實就是 反正什麼東西想盡辦法 就往你身上抹就盡量抹 剛剛老師說他被罵中國朋友的時候 他慢慢不回嘴了 可是實際上與此同時 他也拼命在抹張善政是紅的 是啊 所以我就說他並沒有罷手啊 這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沒抹張善政一次 就讓大家想起來 你好像更糟糕了 因為張善政至少並沒有講什麼 什麼台灣價值 並沒有講什麼抗中保台 而且他不是直接跟對岸做天遙 所以你這樣子 這種選舉策略我個人覺得很好笑 那再來說真的 剛剛楊明也講過 這個經濟黨到底是誰 我跑新聞這麼多年 我聽都沒聽過這個黨 然後剛剛 他講的另外叫什麼 合一行動聯盟 那個我也不知道 我第一次聽過這個東西 你們有沒有聽過 中華兵營黨是檳榔的 我聽過這個我聽過 因為當年成立的時候很好笑 所以我真的 台灣以前有個黨 還叫檳榔六合黨 那這跟檳榔有關 沒有他就是主張 檳榔六合彩要合法 就是這樣子 所以台灣這種奇奇怪怪黨 非常多了 那當然詹善政他當初 因為一些需要 他就是大家禮尚往來 那我幫你們當顧問 那你們這些人支持我 那個時候就是 政治上難免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是你鄭英鵬現在 只不過因為他曾經當過他的顧問 然後就直接說 他賣假要就跟你有關係 哇塞你比法官還大 而且我就直接講好了 鄭英鵬你是民進黨的吧 你沒有錯吧 你一直都是民進黨黨員 你沒有跳槽過其他黨嘛 你還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現在代表民進黨要選桃園市長嘛 民進黨有沒有人性侵 有吧 民進黨有沒有人貪污 有吧 民進黨有沒有人是通緝犯 有吧 民進黨什麼狗屁倒掉 是民進黨員沒做啊 那是不是全部都跟你有關 那你要不要出來道歉 那些民進黨員可能都跟你們的 跟你們的市長部主委 跟你們的立法委員跟你們的總統啊 全部都合照過 那你們要不要出來道歉 更不要講 你們有沒有 市長部主委是黑道了 有沒有 要不要出來講啊 你們的選對會頭有沒有黑道 你要不要出來講啊 那選民進黨是不是就選黑道 如果照你這種邏輯的話 是不是就要這樣說 那請問一下你要怎麼辯解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鄭英鵬打這個 在我看來是蠻可笑的 基本上他沒有辦法爭辯這個東西 我認為鄭英鵬你如果 真的想要打贏這場選戰 在剩下最後這段時間 你真的讓我們看看你的政策吧 讓我或是讓我們檢驗一下 你過去這幾年當立法委員 你到底為國家做什麼貢獻吧 因為你之前講的全部都是別人的功勞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都把別人做的事情 拿來當做自己做的 這樣很丟臉 拜託鄭英鵬加油一點吧 好 不過呢 這個時候偏偏又傳出了 就是行院長蘇恩昌的女兒蘇巧純 那之前才公開宣誓說呢 只要老爸當任隔魁的一天呢 就絕對不會接公家標案 可是就被掀出來 你就接了啊 接了桃園總圖的 這個多媒體的部分的標案啊 好 那在立法院 當然是肯定蘇院長會被質詢到嘛 好 那這個是國民黨立委 賴士堡在質詢蘇貞昌 那我們蘇貞昌呢 又反質詢又動怒了 給氣噗噗哦 好 那主要是因為呢 這個他對賴士堡說的話不滿啦 好 所以呢 最後呢就說 我以為你用很多呼嚨這種話是不對的 都講得清清楚楚 不投標政府標案 也沒有參與任何的會議諸公檢驗 你要我大聲不會輸你啦 要試試看嗎 議長 你如果說就別人的事情 很大聲啊 議政廉詞 說到自己的事情 我小聲會縮起來 不行 縮起來啊 不行 賣大聲 不行不行 不行 我就有說 我說我來這裡以理相待 我加倍奉還 像你這樣 客客去去 質詢 我客客去去回答 我是不是說我加倍奉還 我就讓你 我就讓你 但是你啦 你如果 你像剛才我問他說 我說我 我說我 我一聲就給他大聲 我沒有啦 院長 我是說 議理相待 加倍奉還 反之亦然 這樣 所以 你就這麼客氣 又給他祝福健康 我客客氣去 你如果說希望我大聲 你怎麼說的啦 我希望你如實回答就好了 希望你如實回答 你這個題目在閃避 我就回答 你的題目在閃避 我回答得清楚 阿委員 如果要我大聲 不會輸你啦 沒關係 要試試看什麼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個東西 要試試看什麼 來這裡 欸 院長來這裡要吵架幹什麼 不是啦 啊你就說 我客氣 你說我求金 我說阿不然你要大聲 要試試看什麼 你要大聲 要試試看什麼 來這裡 你不用說 講道理相關的家 你就叫你客氣去 我就 蘇院長 不過楊明啊 蘇院長這樣我也不意外啦 只是說這一次是不是 真的有一點 竟然長生氣啊 就是因為護女心切 畢竟是講到自己女兒的事情了啦 而且 其實你看這個事情 我們上禮拜也就已經在講這個 他女兒這個 應用一些這個技巧 不是投標 是人家給我的 我根本不用投標 那個標案會從天而降 廠商會直接找他 你看 這跟我們講這個我們都講的 沒有違法的問題 這是你自己 當初發了聲明說 我從此以後不 不投標 任何層級政府的標案 是你違背承諾的問題 算吧 他就用最寬鬆的解釋 我不投標 就不算 我沒有投標就沒事了 就不算 人家給我的我都拿 責任來我就扛 你看 這樣的一個承諾 我只能說就是 就是護女心切 當然我們也是覺得說 可能蘇院長剛好那個 確診恢復之後 身體恢復的還不錯 你覺得他有沒有 特別針對賴世保委員 因為之前在過去 他都這樣子 連這個洪孟凱也是一樣 洪孟凱昨天問他一個問題 然後他說 洪孟凱是說你回答很空 我不要問你了 然後他就開始 我講什麼空話 就開始生氣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 這個是蘇貞昌一貫的風格 叫做以攻擊代替防守 就是因為我跟你吵嘛 跟你吵嘛 要大聲嗎 然後吵一吵你就發現 後來賴世保 就忘了自己要質詢 是啊 這個問題就從 就從這個問題的本身 轉移到 我對你的態度 然後呢接下來 每個立委都會說 主席要不要管一下 主席要不要管一下 時間暫停 這個質詢就結束了 是 混亂中結束就結束了 這就是一種交叉結問裡面的 這個干擾戰術 這個他以蘇貞昌的 這個他從審議會 到這個縣長 歷經那麼多次的質詢 他怎麼會不清楚這樣的一個模式呢 做他畢竟是我們中華民國 這個民主 實施民主以後 最常任期的行政院長 他已經是這個經驗豐富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立委 在他面前喔 真的要嘛就是通通不要問他 讓他晾在一邊 我問部會首長就好了 除非是真的需要 蘇貞昌表達意見的 比如說像這個女兒的事情喔 你就把工程會主委叫上來嘛 你就說這樣可不可以 轉包這樣可不可以嘛 不要讓院長講 你說你是你女兒的這個父親 這個要利益迴避 不讓你講 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修理人喔 就是你讓他講話 反而修理不了 你反而讓他 不讓他講 我沒有讓你 我沒有問你耶 對不對 所以我說有時候 國民黨立委也要想一想 就說怎麼樣的質詢技巧 可以對付這樣的 蘇貞昌已經這樣子多少年了 什麼叫什麼啦 什麼什麼不見笑啦 什麼話他都講得出來 可是有多少立委 能夠在這種突如其來的 這種干擾戰術裡面 還能順利達到他想問的目標 不多喔 很難喔 所以我說 蘇貞昌已經是一個金了 而且呢 你說你跟他吵架 我老實說你跟蘇貞昌吵架 也占不到便宜啊 但是對於 你看對於一般人民來講 蘇貞昌這種要什麼 什麼吵什麼吵什麼 他也覺得習慣啦 這就是蘇貞昌啊 他也沒有要 他目前也沒有要選舉啊 未來會不會不知道啊 但是至少他現在 他就用這個態度對付你在業黨 你拿他怎麼辦 他女兒的事情是觀感的問題 那個蘇貞昌也講了嘛 爸爸騙神明 女兒騙人民嘛 那自己把自己的道德標準 加到最低 你繼續接這些政府的標案 人民看在眼裡 我會覺得如果 這次桃園這個案子被揭發了 如果還有其他的政府標案 也是一模一樣的方式 就是一樣是他女兒的公司拿到 沒有公開投標 直接是人家轉包的 如果再一個案例 那你就知道 原來這個利益工身體 一直都存在 嗯 經常這晚上啦 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